我拍一件消除完成 学校真的被消除了 学校怎么不见了 大宝 看这里 我要给大宝盒上一件裙子 再带上一顶产发 完成 我怎么穿上了这种衣服 这样多好看 对啊 你快给我变回来 别别别 我就不 这场休没完咯 我房间里的东西怎么这么多 要是能拿出去一些就好了 这个简单 我来帮你 一件消除 完成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妈妈知道了一定会骂我的 熊妹 你房间东西哪里去了 马上给我找回来 该怎么办 被妈妈发现了 我也不知道 赶紧离乎了 是谁 谁在偷摆我 不好 被药蒙发现了 我得好好偷偷它 我的腿好疼啊 还真的会疼吗 这个真好玩 二姐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快把相机还给我 我再玩一会儿嘛 我发明这个相机可不是用来玩的 那还能用来干什么 实际是这样的 这天怎么灰蒙蒙的 还这么大风势啊 这样的景色有什么好拍的 别慌 看我用相机美化一下 天空是蓝色的 在天上几个白云 树木光涂涂的也不好看 给它夹上树光 河里的垃圾也清理一下 这样就好多了 玩丑 哇 这也太神奇了吧 现在 童话王国的环境很糟糕 所以我发明了这个美化相机 它可以暂时美化这里的环境 白雪 这个相机就给你了 你可要用它守护好 童话王国的环境呀 放心吧 乌婆婆 你快想办法把我的衣服换回来 还有我房间里的家具和玩偶 哎呀 哎呀 快把我的纱布给撤掉吧 我快疼死了 对不起 蛋蛋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不会吧 大宝神免天魔王 你们别着急 我们可以一起去找乌婆婆 她应该有办法 乌婆婆 对不起 我没有守护好相机 是我的错 我不该不禁允许拿别人的东西出去玩 既然你认识到了错误 就应该接受惩罚 什么惩罚我都认 你想办法把它们都恢复过来吧 乌拉虎 魔法烧 我的衣服变回来了 我的腿也不疼了 谢谢你乌婆婆 不过给贝儿的惩罚是什么呀 相机的魔法失效了 以后童话王国的环护工作 就由贝儿负责了 我再也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了 小朋友们 喜欢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 下次再见